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进入头痛最实质最中心的内容 头痛的纷争论智的学习 中医的治疗特色就体现在纷争论智 对于头痛的纷争论智 我们从前面讲的内容来看 我们应该已经有一定的了解 因为头痛的这个在辨真要点里面 我们首先要辨什么 要辨外感和内伤 把头痛分成两大类 那么同样在纷争论智的过程中 这个内容是延续的 也就是分寸论智里面 我们首先把头痛分成两大类 外感头痛和内伤头痛 在外感头痛里面 由于外感风寒时热不同 所以相应有风寒头疼 风热头疼 风湿头疼 而在内伤头疼 由于肝脾肾三脏受累的情况不一样 气血阴阳亏序的情况不同 同样可以分成肝阳头疼 气虚头疼 血虚头疼 肾虚头疼 痰足头疼 淤血头疼 等等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主要的头疼的阵型 也是临床上常见的阵型 我们首先讲外感头疼中的风寒头疼 从冰冰激我们已经了解到 风寒头疼 它的冰冰激应该是什么 感受风寒 由于风寒之邪 这些清晰人体 或者清晰体表 或者是清晰太阳静脉 所以在风寒头疼里面 最主要的是以风寒清晰太阳 由于风寒清晰太阳 所造成的一系列的症状 包括全头疼 痛失叫剧烈 痛连向背长袭裹头 兼刺症不风寒 口担不渴 那么这一系列的症状 我们用外感风寒 用风寒清晰太阳 那么基本上可以作为解释 由于太阳静脉 煮一身之外 那么风寒之邪 其中寒邪是 灵 收影 寒性 寒足收影 寒灵气赤 所以可以呢 它所造成 可以造成全头痛 甚至痛失比较剧烈 由于这个 它是风寒之邪 可以寻经上功 寻经上范 所以最容易影响的是什么 太阳静 所以呢 是痛连向背 由于是受风寒 病人 风寒书表嘛 这个胃阳不能 这个胃气不能外雇 所以勿风寒 包括口担不渴 那么长袭 裹头 这个是什么 从这地方 这字面上来看 它不是一条症状 这几个字应该是什么 对某一个症状的解释 也就是告诉你病人 喜欢把脑袋 用布条 用帽子 把头裹上 但这不是症状 应该不是症状 为什么呢 那么 大家看到这个陕西人 经常喜欢什么 喜欢用什么 用那个白毛巾 把头裹上 但是呢 它不会是风寒头疼 绝对不是风寒头疼 这要理解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它不是症状 而是对某一个症状的 详细的描述 那么 从这个症状 从这一个解释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病人 他以什么 以物风寒 还是比较为主的 正是因为怕风寒 所以才有了 长袭裹头 所以病人 进到你的诊时 或者是在空调车上 坐车的时候 别人要开空调 他没办法 只好呢 用衣服或者用毛巾 把头裹得紧紧的 或者戴上一个帽子 就是这个理由 但是不是 这不是症状 大家要理解 而是对某一个症状的解释 说淡红 胎不白 麦伏锦 那么这都是风寒 代表的症候 那么这里说是麦伏锦 我们 说他麦弦 行不行 在这里面 风寒头疼麦弦 行不行 完全可以 寒 可以弦 痛 可以弦 所以这个 正向麦向 要和症状 来这个相内和 就可以 不是 固定的 固定的 就是麦伏锦 不见麦伏锦 就不叫风寒头疼 不是这个概念 那么 既然是风寒头疼 我们所采取的自责 就应该是什么 把风和寒 把去掉 所以是 疏风善寒 那么 对于 处方用药 最经典的用药 穿胸 茶条伞 在穿胸 茶条伞这个方经里面 穿胸 是治疗风寒头疼的主要 因为本身穿胸的 这个就是 性温 走窜的 可以驱风 可以散寒 而且 他 可以上大颠顶 性这个雪冬之气 驱雪冬之风 是治外感头疼的药药 不光是 不只是 风寒头疼 可以用穿胸 在很多头疼里面 都 必须用到穿胸 其次 强和白子 可以疏散太阳阳明子 风邪寒邪 细心薄河 金剑防风 可以兴山上行 驱风 散寒解表 甘草可以何中还击 那么 这几个药放在一起 那么 他的疏风 散寒的力量是非常强的 又同时 又可以 直达顶顶 可以驱风散寒 可以止痛 可以止痛 所以风寒头疼的 经典用方 经典用方 那么 从 他的作用机制 但是 我们 要记忆起来很 困难 要长时间的记忆更困难 所以呢 这个 呃 在我们方记上面 有一些方哥 啊 那么提到这个 穿胸插条伞 怎么记忆 需要长久的记忆 啊 看看同学 呃 能不能写一下记得啊 那么 林天真同学 你 所以说这个 这个 穿胸插条伞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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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让大家都能听见啊 穿胸插条伞 金房 金子波罗 甘草 墨温 笔山 风公上 上片头 上 西兰康 这个 对的一字 没差啊 没差 非常好 大家看看 看看我这上面写的啊 穿穹茶条伞金房 金 金 金子 金草 墨温 比赛 风公上 偏振头疼 蓄能康 所以要从这个方记歌诀来记忆 他可以让你记忆被子 记忆被子 可以让你用一被子啊 这是风寒头疼 啊 那么 第二个阵型 在外感风头疼里面 就是风热头疼 啊 那么同样是以风为中心 夹热 上宫 有 啊 这个 还有 还有一点没讲完 那么 风寒 主要 犯于太阳 啊 同时 风寒 寒邪 也可以这个 通过 越过阳经 啊 逐日 阴经 啊 就是说可以清翻 绝阴 也可以清翻 哨阴 成而呢 造成这个 这个 绝阴头疼和少阴头疼 在 绝阴头疼里面 由于绝阴经的 可以上大颠顶 所以病人以颠顶头疼 干藕 头疼 甚至四肢立冷 太白卖成为主 所以用无足一堂加减 无足一堂去掉 法下 加法下 高本 穿胸 而 寒邪 直入寒翻 哨阴的时候 那么病人表现 因为头疼 背寒 因为背是背为阳 病人这个 阴斜 阴经受邪 阳气受审 背寒 足寒气粒 太白卖成细 就是哨阴头疼 所以呢 要温胜善寒 用麻黄父子细心汤 麻黄父子细心汤 那个麻黄父子细心汤 那么是治疗痕症 虚寒 这一个最好的处方 最好的处方 所以一旦 当这个病人 这个 以非常怕冷的行政 出现在你的面前 而又 兼有头疼的时候 你要想起 要应用麻黄父子细心汤 你要大胆的 把麻黄父子细心汤 加进去 疗效 完全不一样 所以要记住这个麻黄父子细心汤 那么第二阵心 风热头疼 由于风热上功 热行 热 风都是沿上 向外扩张的 病人表现为 头疼耳障 甚至 如裂 像是裂开始的 病人他给你形容 我头要炸了 有爆炸一样的 那么 由于 风 风热属于基表 所以病人发热误风 啊 面 红赤 由于热邪 可以伤筋 热肾伤筋 导致口渴吸引 甚至大便秘结 小便 黄赤 那么 十肩红 以及胎薄黄 卖浮素 都是风热 翻表的 挺 震厚 真相 那么对于卖浮素 卖悬 行不行 同样的 卖悬 也可以 另外 整段风热头疼 发热误风 啊 并不一定 要疲惫 啊 因为大家明白 发热误 一旦有发热误风 这个病人 必定是真正受到外感 啊 像西医讲的 发热感染性疾病 而 没有发热误风 病人表现为 面红 这个 口渴 大便秘结 小便黄痴 甚至呢 这个病人在什么情况下 头疼可以加重呢 病人说 我在夏天头疼加重 这是起义 第二 在 我在太阳晒的时候 头疼加重 再加上 舌红 胎黄 我能不能诊当风热头疼 啊 我同样可以诊当风热头疼 所以 在临床上 在辩证的时候 要 对 临床的症候 要能 分析 能分析 啊 不是拿到书上的内容去套这个病人 而是从病人的体征啊 来 判断他的 阵型 那么 这是风热头疼的主要表现 既然是风热头疼 我们要去掉他的病因 就是要把风和热去掉 啊 所以我们给他制定的政策是什么呢 制法是什么呢 虚风清热 啊 疏风清热 都可以 啊 那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 啊 治疗风热头疼的处方 穷子施高汤 佳姐 啊 在穷子施高汤里面 哪一位要是主要 啊 大家说哪一位是主要 哎 对了 是施高 不是穿凶 是施高 因为他是以风热为主 施高在这里面是要 清热泄火的 清热泄火 所以呢 这个施高是这里面的主要 穿凶 白子 菊花 枪盒 可以什么 收风啊 啊 那么黄金之子可以新凉解表 啊 同时 如果这个病人 他表现给你的 是由雾风 发热 而口干 不明显 大便密节 小便黄翅也不明显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还要选用 穷子施高汤吗 啊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 桑菊眼 加黄金之子 也就是在 发热物风明显的时候 而 他的 口渴吸引 大便密节 啊 甚至这个小便黄翅的症状 不明显的时候 也就是说 他的 里热 热伤 今夜不慎的时候 啊 以 风热在表为多的时候 也就是像刚才 发热物风明显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上巨眼加黄金之子 啊 所以也不一定就是说 非要死套一个方啊 啊 套牢一个方啊 啊 那么思维的过程中 可以针对病情的轻重 可以啊 进行 进行 变换 进行相类似的处方的选用 啊 那么 如果 这个病人 头疼和大便关系 密切 很密切 便秘多日 头疼加重啊 啊 那么 便秘明显的病人 我们这个方式是没有通下功能的 是没有通便功能的 那我们可以在穹子四个方里面 加上 大黄 盲消 用来通腐泄热 啊 使热血啊 尽快 从大便而减 那么 或者是用黄年上庆丸 以苦寒降火 通腐泄热 如果病人口渴明显的 啊 我们 可以加花粉 食活 用来清热 养阴 来清热养阴 那么通过这样的治疗 我们来解决一个 这个风热头疼 那么外感头疼里面的第三个 风湿头疼 那由于 食邪是种作莲刺的 啊 风湿相合 清于这个头部筋脉 所以造成呢 头疼如果 头疼如果 造成呢 身热不痒 因为实行种作莲刺 可以蒙背清跳 蒙背清扬 那么 食困脾胃 脾是主用化主食之的 当食困脾胃的时候呢 可以呢 造成肢体困重 可以造成胸闷拉呆 可以造成小便不利 甚至大便躺薄 那么 蛇虹 胎白粒 以及脉如 或者滑 这都是风湿 代表的真相 风湿代表真相 所以呢 那么对于风湿 他的自罚 我们就要把风和湿 给他去掉 所以呢 给他自定的自法 自责 就是 驱风 圣食 那么 摊到驱风圣食 实际上 呃 驱风圣食的方子 大家能记住 大家能记住几个 除了我们的 强活 神食汤 还有什么 酒味 强活 还有类似 还有厨房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是选用 强活 神食汤 那么强活 神食汤 他的方 他的方剂 方剂 也是我们 临床上经常常用的 所以呢 我找个同学看看 对于这个方剂 这首方剂 啊 蔡瑞琼 来 慢地 慢地 慢加高等 吵风 十气在凋 頭腰变 给发汗 发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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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养 有异功 嗯嗯 很好很好 好 这个 对于方剂的割绝的记忆 这是你的就是你打仗的工具 你今后要去跟谁打仗 要跟疾病打仗 就要用他来打 所以要加强记忆 那么对于强活生死当 强活毒活可以去风生死止痛 特别是强活毒活 这个去风生死的作用是 止痛的作用是非常强的 那么防风高本穿胸 慢筋子可以去风活血止痛 干草可以调和主要 那么这是对风生头痛的治疗 这是刚才同学背的 没错吧 一个字没错 强活生死强毒穷 慢干高本欲防风 死邪代表头腰痛 微微发汗有异攻 说明他在驱风发汗 在驱风生死的作用 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在临床 我们除了这个考虑用强活生死汤 那么可能在临床上也需要一些加解 比如说 纳代变堂胸闷的 这是个表现 是以什么 这里突出的是什么 以石邪为重 所以要加重 去施造势的药 用了昌竹 厚朴 陈皮 当 伤有恶心呕吐的时候 这是因为什么 石走中交 石走中交 所以要加法下 生姜 鹤香 那么在夏季 我们感受的风诗 往往假蜀 所以是蜀石 侵犯 这个经脉 那么说造成的是 身热 汗出不痒 胸闷口渴 这时候 你要 因为 强活生死汤里面 它的 出 清鼠石的药物 不够 所以我们要改用 黄年香乳饮 加 或香配兰 那么香乳 或香配兰 这些是 可以清鼠化石的 所以要根据情况 来选方 用药 那么 伴有小便 不利明显的 那么要 利小便去尸 所以 加蚁人 但注意 那么通过 这样的治疗 我们就把 这个外感 头疼的 三个阵型 就基本上 能 包括在这里面 根据 指导原则 根据 并并基 根据 症状表现 我们可以选用 不同的放药 不同的自责 进行变质 这是 外感头疼 那么 在内伤 头疼里面 我们同样 要征询 这个 我们在上一节课里 所讲的 辩证要点 对吧 我们要分清 它的脏腑 首先分清脏腑 要分清 虚实 要分清 气血 阴阳 亏序的不同 进行给它定性 进行辨证 所以 第一个阵型 就是 肝阳头疼 对于肝阳头疼 它 来源于 与 就是 与我们 病病基 内伤病病基 哪一条 最明显 关系呢 就是与肝 明眼关系 那么这个肝 是由于 由于什么 是由于 肝阳 偏旺 肝阳 偏旺的 实质 是什么 肝阳 偏旺的 实质 是什么 是 肾阴不足 肝肾亏旭 造成什么 阴不变阳 因为肝脏 它有一个 生理特点 是什么 它肝是 体阴而用阳 虽然我们 经常说到 肝阴不足 但是我们 从来不讲 肝阳不足 是吧 肝阳 而它呢 因为是 体阴而用阳 它的功能 是向上的 是生发的 主生发的 所以一旦 阴不治阳 肝阳 平旺 这个肝阳 上扰 扰于头 上扰清空 上扰心神 所以可以造成 我们这个 一系列的症状 所以造成 头脏痛 或者是 抽字耳痛 由于 这个肝经 是什么 少阳经 是什么 过头脸侧 所以 病人呢 头痛都在 两侧 或者是 左侧 或者右侧 或者是 两侧 同时都有 所以 病人由于 肝阳偏旺 上扰清空 所以表现 可以 头晕 目悬 扰于心神 可以心翻 一路 面红 目痴 由于 肝经 不于 什么 两屑 两屑 裂 所以 这个 病人表现 为 邪痛 失眠 多梦 也是由于 肝阳 扰于心神 造成 失眠 多梦 那么 蛇字红 扫胎 脉弦 脉弦 细数 从这几个 几个症状 我们看了什么 这个病人 有什么 有 肾阴不足 有 肝肾 肝 肝阴不足 所以才有 造成了他的 肝阳 偏旺 造成肝阳 头疼 那么 在 这样一个 症候群里面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虚实 夹杂的 只不过 在表现出来 是以 食为主 虚呢 虚是要我们去分析的 摄子红 扫胎 卖西 素 那么都是 阴虚不足 阴不炼羊 所造成 所以 对于 肝阳头疼 我们所要 这个 制定的 法则 就是要 拼肝前阳 那么 在这里面 我们选用 最好的荒药 就是 天麻 沟腾饮 天麻 沟腾饮 那么 天麻沟腾饮 这个处方 是 这个 记起来 如果说 这样去 死记应被 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通过 方济 勾绝 我们是 能可以比较 好的了解 是吧 天麻沟腾饮 叶骏龙 看看天麻沟腾饮 这个方济 记忆的怎么样 天麻沟腾饮 天麻沟腾饮 十决 杜仲 杜仲 志志 皇亲 一母朝 辅身 叶骄 安 神 很好 来 坐下 我们看一看 天麻 沟腾饮 十决 明 知情 杜妻 寄身 叶骄 附身 一母朝 头痛 悬 因为世面临 那么对于 这一手厨方 这一手厨方 首先要 平干 前阳 首先 所以有天麻 沟腾饮 宣验 其次 要清干 泄火 所以有皇庭 之子 要照顾 他的病的本质 是吧 要补一 肝肾 所以有 留期 斗重 双骑身 那么 左 所以 叶骄腾 富神 可以 养养心 安神 这样一个 祖方 让 这个 干羊 得钱 让 干僧之音 得富 可以说 是一个 资本之法 那么 如果 如果 这个病人 他 干羊 上抗 不是明显 而是以 应虚不足 或者 肝肾 应虚不足 表现为主的 这个时候呢 处方 你可以 适当的变化 比如说 病人 头痛 绵绵 日久不遇 腰 气 酸染 这个时候 他就不是以 干羊 偏望为主要表现 病人 这个时候 可能 这个 失眠 健忘 或者 心烦 心烦 依照 这种情况 可能就 少一些 但是呢 以 干僧 应虚表现 为主 所以 这个时候 处方 里面 可以加重 守屋 生地 汉田草 苟记 等等 那么 把 这个 滋补 干僧 滋印 提到 第一位 而不是把 清肝清阳 放在第一位 这是要根据 这个病人情况 来定 如果说 这个病人 干羊 抗旺 过于 厉害 也就是说 甚至表现 为肝火 抗肾 肝火 上炎的情况 病人 这个 面红目次 这个 这个 情绪 急躁 可以用 龙胆草 大黄 虾骨草 等 甚至呢 你可以 把它 这个处方 换掉 龙胆 血干汤 那么 所以 这个 有的 病人 他这个 头痛 给我们表现 表现 是另外一种表现 比如说 这个头部的 这个 叫做 带状炮疹 这个带状炮疹 痛起来 这个 表现 非常明显 非常厉害 而且呢 以头的 这个 刺痛 脏痛 这些 性质为主 而这个时候呢 又表现 因为这个 局部的 红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选用浓暖蟹干汤 而对于阳抗风动的 要加重 症干 前阳 西风 所以要加龙膜 别甲 龟板 要根据不同的 这个疾病 病因 要 在 就是同一个阵型 大家都表现 因为同一个基本阵型 在这里面 每个病人和每个病人的情况 也是不一样 也是不一样 那么这是 呃 肝痒 头疼 那么在内伤头疼里面 我们 呃 还经常可以见到 七虚头疼和血虚头疼 呃 因为 七虚头疼和血虚头疼呢 它都是由于 呃 呃 跟痞的化缘不足有关 所以呢 呃 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呃 至少它的病因病基 是一致的 呃 所以我把它 这两个阵型呢 放在一起 比较 放在一起比较 呃 那么 七虚头疼和血虚头疼 它的主阵 呃 主阵 是相似的 呃 都是以头疼隐隐为主 呃 呃 十发十指 或者是残眠不休也好 说的意思都是一样 对吗 都是长时间的不愈 呃 只不过在七虚头疼里面 它是愈劳加重 这个一点 跟血虚头疼 有所区别 呃 但是区别不大 呃 在坚持症里面 七虚头疼是以 虚 中气不足 七虚下限为主 呃 表现为 神疲乏力 气端懒言 自焊 面色黄白 呃 血虚头疼呢 这是以血不荣华 血不滑面 所以呢 这个面色不滑 血不养心 造成什么 心肌正重 世面多梦 所以呢 一个气虚 一个血虚 表现 往前很明显 不管是气虚或血虚 它们都可以什么 造成头晕 因为什么 气血不能荣养上翘 不能荣养青翘 可以造成 头晕 那么在舌台舌相 气虚头疼表现为是淡红 它可以变有齿印 那么可能以脾气虚为多 脾气虚为多 所以呢 有齿印 太薄白的 而血虚头疼呢 舌子淡 太薄白 也是非常洁净的 脾气虚头疼 脾气虚头疼是脾气虚或脾气虚 而血虚头疼呢 脾气或脾气虚 也是基本一致 所以呢 它们的病因病肌是一致的 只不过是在 临床表现为 一个偏于气虚 脾气虚 一个偏于血虚 脾血虚 所以造成临床可能在症状上有所差别 这边病人表现的是有气无力 这边病人表现的是老子觉得心慌心跳 那么从这些症状我们把它区分 是以气虚为主 还是血虚为主 如果是气虚为主 我们要给它以补气为主 要一气生轻 因为这个是六腹子清气 要上属于这个清阳之腹 要生轻 而血虚头疼呢 是以脂阴养血为主 所以选用的处方有差别 一个是以补气为主 生轻的 一个是呢 脂阴养血为主 所以用顺气和中汤 加为四五汤 在这里面讲 顺气和中汤 那么它的处方走成什么 它是以补中一气汤的这个基础 再加上指头疼的 比如说这个驱风啊 指痛啊 这一类的药 那么加为四五汤 我们大家看一下 除了四五汤 脂阴养血以外 可以加用慢筋子 穿胸 菊花 黄晴 可以青头目止痛 在这里面 这一上面呢 都是 什么汤方 就是补中一气汤的 走成 用 加慢筋子 细心 可以驱风止痛 而对于气虚头疼或血虚头疼 假如说他们日久了 是可以相合的 也就是气虚头疼可以合并有血虚头疼 而血虚头疼呢 同样可以合并有气虚头疼 也就是 变成气虚两虚头疼 气虚两虚头疼 所以这一块呢 过去我们的 我们在学习这个头疼的时候呢 我们学习的这个 这个内容的时候是什么 叫气虚两虚头疼 气虚两虚头疼 现在呢 它把它分成气虚和血虚 所以上 不管是气虚血虚也好 还是气虚两虚也好 说明他们造成的头疼 都是同样的一个 发病机制 这一点是相同的 不矛盾的 所以呢 这个是补充一气汤的方格走成 补充一气朱归成 生财生草当归生 生羊举现 功读善 气虚乏热一看见 所以呢 那么再看 那么对于 刚才讲了 如果说气虚日久 见血虚 血虚日久 见气虚 见气虚两虚的头疼的时候 我们就要气虚双补 在补气的技术上 加上补血药 在补血的技术上 加上补气药 我们可以选用很多处方 用人生养用汤 用人生养用汤 还可以用什么 八枕汤 可以 还可以用什么 十千大补汤 也可以 也可以 那么对于 肝血不足 病人 以失眠 心剂为主代 那么可以呢 加孙老人 珍珠母 所以对于 这个 气虚 血虚头疼 那么我们呢 可以把它 一分为二 那么 日久了 也可以把它 喝尔为一 那么就看 您常常病人的表现 以气虚为主 还是以血虚为主 还是气血两虚 都存在 那我们都有 相对应的办法 来 给予处理 那么 这一节课呢 先讲到这儿 下一节课 我们再继续 讨论以下的 下面的内容